誰人呼聲最多 擂台上打不到敵會善我 擂台上我覺得最厲害的是一定要有信心 踏在擂台裡面就是裡面的主角 如果你有信心的話就可以打出自己訓練的成果 將你的敵人打到 Hello 大家好 我是五角拳KK 接下來就會在11月23日 參加澳門威尼斯人舉辦的金剛決戰2 這一場是我第六場的職業拳賽 對於五年勝這個成績我自己是很滿意的 那我就很希望一直繼續贏下去 六年勝、七年勝是直到十年勝 不可以說哪一場最深刻 只可以說每一場都很深刻 因為我自己的業餘經驗很少 就是靠現在每一場每一場累積回來的經驗 繼續去練習 繼續去找自己不足的地方去繼續訓練 因為自己現在還未形成固定的風格 所以都是按照對手的打法 從而作出一些調整 怎樣做職業拳手這件事其實很有趣 無意中就在香港接了一場職業拳賽 就打完職業拳賽之後 又很好運地受到威尼斯人和領級公司的邀請 所以才走上職業拳賽這條路 認識阿拳已經差不多是十一二年了 他從小時候以體育館玩的時候 我就教他一些拳擊 其實最重要最重要的一切事情 都離不開我的教練 我覺得他不僅是我的教練 他教了我很多很多東西 正正是因為他才可以走上這條路 因為其實我跟他相處了十年 當中都有很多很多爭執 因為小時候就不想練 他又不是說迫我練 他就是想我練 他甚至是每天叫我來練習 反而就是他給我用錢 這件事真的很有趣 第一次在香港比賽的時候 已經流血了 當時就是左眼角爆了 就連了三針 家人就覺得這件事很心痛 他不支持 但也不是說反對 因為這條路是我自己要走的 他見到我現在都有一些成績 所以都用他自己的方法去支持我 自己就很開心可以做這個MV的主角 由我們澳門的著名歌手 祖師 AJ和羅家浩一起去創作 這首歌給我的感覺就是很正面 鼓勵年輕人 另外真的很開心自己 打了一年中 一首是出場歌 拳擊是改變了自己整個人生規劃 而又說回是因為自己是喜歡Boxing拳擊 所以才會堅持下去 想一直打下去一直贏下去 並沒有顧及說澳門有沒有幾多個職業拳手 澳門有沒有擦身歷史 其實我都沒有考慮到這麼多因素 我想做的就是運動員 運動員想事情 我要繼續練下去打下去 以及贏下去 當其時小時候輕播一套Counting的時候 第一神拳 那自己就經常去看這套動畫 那主角又 嗯 都挺像我的 他的教練就說過一句說話 努力的人不一定有回報 但成功的人都一定很努力 你就算真的不小心跌倒或者輸了 其實你沒有成功過但你也付出過 所以我努力這一句就表達到我的心情 我會不會做到我的心情 這是我的專用 我們會不會做的 我們會不會做的 這樣因為我應該會練成功 為了